那刚刚特别注意如果我输出的时候 假如没有加这个把那个printer那个换航拿掉 它会多一个什么呢 输出的时候会多一个那个换航 因为它最后的结尾会有一个那个什么 反斜线的论码刚刚有看到 输出了反斜线 这个其实就一个换航 这个换航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刚刚 假如用那个把printer那个部分的换航拿掉 就是end等于空的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我不要 甚至以后啦你们可能会遇到那种状况 可能也不是用printer 就是里面会多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字串 你要把它拿掉的话 那要怎么拿掉 所以其实假设我们刚刚的问题 我如果在这边 我不要那个加上那个换 就是不要加上那个end等于空的 我希望就是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字串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反斜线都帮我拿掉的话 那其实你们可以顺便学一个 因为这个list取出的这个东西 基本上它目前是一个字串 那字串里面有一个方法 那个方法就跟那个spit 很一样重要 就是如果说我要把反斜线跟拿掉的话 那你我的习惯 我介绍两个方法给各位 一个是用repress 因为repress各位应该都知道吧 就是取代嘛 那取代这个方法非常好用 也就是以后如果说你要把 这个字串里面的什么东西拿掉的话 像我的习惯这样 就是他不过取代是整个字串里面的什么字串 变成另外的字串都可以 那比如说我希望把那个第一个repress 然后刮鼓里面呢 就是反斜线跟 斗点变成什么呢 变成没有 这样就ok了 特别是说如果你要把那个什么呢 反斜线跟拿掉的话 第一个方法就用repress 这个repress非常重要 因为以后也想 如果你以后假设把网路爬虫 或者资料库来的资料 有一些资料你要顺便把不要的东西取代掉 或者是把某些字取代成另外一个字的话 那这个方法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ok 那我的这个逻辑还蛮简单的 就是第一个参数就是你要取代的东西是哪 哪一个字元 反斜线跟 第二个是你要取代成什么 没有东西 意思就是把它删掉的意思 那我如果把它删掉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是会换两行 我把它拿掉之后 资金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 有没有 我没有加个end等于空的 它也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用repress方法 把那个字串里面的那个反斜线拿掉了 ok 所以这个第一招 那还有第二招 如果你假设你那个反斜线刚好是在结尾或者在开拙的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叫做strip 你后面的话可以加一个strip strip ok strip的意思就是说去掉什么 那但是特别是他这个strip 你要去掉的东西只能够在头跟尾的位置 你不能在中间 repress可以 repress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但是strip只能在头或者尾巴 那如果说他尾巴有什么呢 我们就是我要把尾巴的那个反斜线跟帽拿掉 这样就ok了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只能够在那个头跟尾的部分 那我们把它strip看一下 如果把它直行 因为strip也可以达到这个我们要的效果 不过strip 跟repress最大的差别 我是觉得repress好像未来延伸性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repress是不管在哪个地方 只要你置串在这个变数里面的任何位置都可以 那strip只能在头跟尾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用那个print方法 里面要把那个enter的那个换行的质源拿掉的话 那可以用repress跟strip 那其实在云端上我有放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刚刚讲的 这个是全部输出 那假如说我今天只要输出什么呢 其中的两个栏位姓名跟那个什么 手机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print之后的话 其实它基本上 虽然你看到它是一串 可是其实它还没有分割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先把这个怎么呢 其实可以就是第1怎么样把它切割 切割之后的话我的习惯 反正就是第一个就第1嘛 第二个就第2嘛 如果还要再切就第3 第4 第4 因为其实蛮多地方会需要切 因为串列里面切切里面可能还有 那第2等于什么呢 把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帮我做什么 做切割 点什么呢 刚刚也用过 split 那split根据什么呢 它里面的什么 斗点 所以特别注意 有没有 这个时候啊 我做了这个动作 底下的这一串 有没有 它就分开来了 那变成就分开来之后 就放在list2里面 那list2里面就有5个东西 有没有 ok 那所以它就放一个切 但是我要print的话 特别是我只要两栏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 那我就是怎么样 给list2里面的 有没有 它总共里面 变成说它里面呢 有1个 2个 3个 5个嘛 它的编号一定是01234 所以我如果只要姓名跟手机的话 我只要什么 中瓜胡 给它第几个 0 姓名1 然后再串接 串接 然后 也许中间加个斗点吧 ok 斗点一下 然后再串接 最后那个是第4个嘛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再串一个 第4 没有啦 编号是从0开始 所以这很容易出错 01234 ok 这是最麻烦的地方 如果你们可能要慢慢习惯 编号一定从0开始 VBA就不会了 VBA就是从1开始 所以有时候这是很麻烦 常常就是这边 这边换个环境要转换来转换去的 所以有时候 ok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输出 然后切割的东西做出 应该不用转型 因为里面好像也都自串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这样的话呢 变成说我切割之后 有没有 Sprint 所以放到12里面 再把12里面的第2个跟第5个抓出来 做输出 应该看得懂吧 ok 执行看看 如果可以的话 应该就可以收工了 对 没错 但是呢还是会有一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那个在第4个 最后这个 第5个这个里面也是一样 会有多换 所以怎么办呢 干脆在这个后面加一个点 用strip 好了 把它后面那个换行帮我把它strip掉 因为它切割最后 那个会流到第5个那边去 所以把最后那个把它strip掉 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看到了 那这样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第二阶段 就是只要姓名跟手机这两个栏位 那这样以后的话你就知道怎么切了 就是第一个先切到第一个list1 第二个再把list1切割到list2 再从list2取出你要的那个编号 应该可以知道这个逻辑吧 这个逻辑很重要 不然以后如果你要去抓网路上的资料 它栏数太多 你变成你不会 你就只能全部抓下来了 好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刚刚没有切 ok 所以特别出于 第一个刚刚我有讲到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那个换行拿掉的话 除了说END等于空的 就是用print之外 蛮多状况可能会用repress 或者用strip 把那个尾巴的那个 拖曳资源反协定都拿掉 ok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如果只要姓名跟手机这两栏的话 那你必须先切第一个list1 再从list1切成list2 那从list2里面取出编号是1跟4的 那个资料 那最后当然还有一个 如果只要取前十个人的话 其实只要把那个什么 回圈改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回圈我们是从0到他最后那一个 那我其实不用啊 我就把这个 0的部分后面的话 改成什么呢 我从0 那我要到 编号到10嘛 那因为栏位名称也要算 所以栏位名称从0开始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012一直到第10个 所以其实是到第11个啦 所以第11个的话 那第11个OK 所以这边的话 你其实输入11就可以了 那就0123到10嘛 因为它是从0开始 OK到10刚好就11个 所以print看一下 print结果 OK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要等 是不是10个 我刚好去掉边框 2 4 6 8 刚好10个 没错OK 所以最后的结果 大概就长这样子 OK 其实虽然陈世没 而且陈世真的没几行 而且蛮好理解的 OK 除了那个回圈 因为有些同学 对回圈比较有障碍 我多写的 大概慢慢就习惯了 以后慢慢就会 很熟练的 想要取哪些资料 就取哪些资料 OK 取到之后的话 看你要输出成档案 还是输出成资料库 还是输出成什么东西 或者print出去 你如果要丢出去给人家用 你刚才丢出去一个CSV 最简单 因为CSV它开起来 它也可以用你所有开 OK 那这样的话我想 就比较简单一些些 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 相当的参考云端上 其实都有